喔!有喔!它正在印了 你看!你看!你看! 同時同步的捏 好可愛! 好酷喔! 欸!不錯捏!我覺得蠻酷的捏 妳掃描一下 喂!好酷喔! 你看! 這張貼紙上面居然變成了影片捏 超級酷的 歡迎收看我是妞 我是KK 因為最近在做手帳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 很酷的東西 這是一個你需要的酷東西 它是 你把相片打印出來之後 你用你的手機看 相片裡面會變成影片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看看 我們把它打開給大家看看 哇!其實我覺得它這個 也蠻有質感的 它裡面有送五張這個相片 然後充電線 你給大家看一下這整個機器展示一下 然後它說 要連接米家APP 好!來你也下載一下 連接它的APP之後 你就可以使用 妞妞在下載APP的時間 我們先來放相片 我們先來放相片看看 它是從後面推開來 喔!是這樣子的 推開到這邊 它就有一個卡槽的聲音 然後他說相片 是要這樣子放進去 它告訴我這一面要朝下 所以它是這樣子的意思 這一面要向下 我們就要把這個相片 全部都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就可以 可以蓋起來 喔!這個卡要放在最下面 它就是要一起放 全部都要放進去 你看那一張紙也要一起 我應該是連這個都一起放進去 對不對 就不可以拿起來 這裡一個開關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按下去 然後它的藍牙符號亮了 所以是需要連接手機的藍牙的 然後要登入帳號 我們登入一下吧 我們已經配對完成了 然後這邊它顯示 可以製作影片照片 然後我們要不要現在製作看看 製作一張影片照片 來 我們剛剛去錄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 喔!這一段影片作為掃描的時候播放 好好OK 然後從視訊中擷取一個縮圖 一個縮圖 好!我們要擷取一個縮圖 那我們就可以 拖曳這邊 選擇我想要 哪一個當作縮圖呢 沒有一個可以看的 都是五的 那就是這個吧 那就是這個吧 那就是恐怖一點 對啊!那就這個吧 就這個當縮圖啦 好! 好!那我們要準備列印喔 好!一份 好!把它印出來 好!列印 好!列印 那不用這樣看吧 我快要出來了 他要出來了 他要出來了 出來了 欸!等等 他現在是第一次 他現在在掃描而已 等一下不要太緊張 這張是最底下 他在掃描而已 好!這個是他掃描好了 好!掃描 要校正的 他是要校正用的 然後他現在才開始印 喔!有喔!他正在印了 你看!你看!你看! 同時同步的捏 好可愛! 好酷喔! 欸!不錯捏! 我覺得蠻酷的捏 你看喔!同時的 他這個畫面 還行耶!我們重點來了 來!你有沒有那個手帳 我們來貼一下 他說這個照片掃描 沒有老師應該是先掃好 來!我們現在要來看看 我們看這個 會不會有那個剛剛的影片 好!這個照片嘛! 然後他要去掃描 他要去 喂!好酷喔!你看! 這張貼紙上面 居然變成了影片捏! 超級酷的! 欸!很酷捏! 哇!你看! 妳的手上有影片捏! 欸!真的蠻酷的捏! 我覺得很酷捏! 欸!這技術是怎麼完成的 我覺得好好奇喔! 我剛剛選擇了一個花捲 踏踏的影片 我們要來把它印出來看看 還能接受 因為他就是看起來有點復古 蠻適合手帳的 喔!完成了! 花捲踏踏!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馬上看看這個 花捲踏踏的影片是什麼樣子 耶!花捲踏踏踏! 好可愛喔! 非常酷的AR技術耶! 而且他在我的手上晃也可以動耶! 這個影片 你看! 好可愛喔! 欸!真的很酷耶! 你看! 放在那邊也是一樣可以動 妳的小腳腳太棒了! 近遠都行! 都可以播放耶! 妞妞現在要來做 雪捲花捲的手帳 我覺得喜歡手帳的人應該會愛上這台 因為妳就會覺得 哇!我的手帳會動耶! 有沒有 有沒有這種感覺 哇! 這就是黑科技! 好酷喔! 它真是聖誕節 對啊! 妞妞現在只是 在專心於她的手帳 但是我在感動於這台機器 完全是不同的那種 其實這台是我想要的 哈哈哈哈 我來拍妞妞做手帳的過程給大家看 就是它還可以這樣子 它可以做這種很小格的 什麼照片 這樣子 對!然後還可以做拆圖 你可以把一張照片拆成很多張 做成拼圖 然後拼成一個大的 覺得好玩嗎? 好玩 好玩齁 而且妳不覺得做手帳很方便 對啊 給大家看一下她今天做 雪捲花捲的手帳 然後上面的是妞妞做的留生照片 下面是我的 但是我只能看我的 她只能看咖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可能我們會再研究一下啦 今天還有一個小孩的小孩的小孩 訂閱我的小孩 掰掰 掰掰 而且蝦米到的速度很快 我們就是下午11點那時候訂 然後它下午差不多 4點也到我們吧 大概 因為那是阿嬤幫我們拿進來的 所以我們回來之後已經看到了 所以更早 大概4個小時左右吧 這是這麼的快 一個速度 效率 對對對 超級快的